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 在圆满完成承担的武汉火深山医院 武汉市太康同济医院 湖北省富有保健院光谷院区 确诊患者医疗救治任务后 采取民航包机和铁路运输投送方式 陆续离开武汉完成回撤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武汉市天河机场 在我身后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的队员们 正在下车列队准备登机 那么这也意味着截止到今天 四千多名白衣战士全部撤离武汉 武汉是英雄的城市 英雄的人民和我们人民的子弟兵 雨水情深 现在要离开这片战斗了84天的土地 心情百感交集 我坚信武汉经过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火的洗礼 会凤凰烈盘 向阳而生 离开武汉前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精心整理医院住宿场所各类物品 对医疗设施表面擦拭消毒 及时协调专业力量进行中末消毒 并认真进行物资清点 资料归档 医院移交等工作 把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留在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 同时疫情防控期间 担负武汉市生活物资运输保障任务的驻恶部队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也圆满完成任务回撤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人民军队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 自1月24号开始 从陆军 海军 空军 火箭军 战略支援部队 联勤保障部队 武警部队 多个医疗单位 分三批次抽组4000多名医务人员支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从支援武汉金银潭医院 武昌医院和汉口医院病区 到进驻武汉火神山医院 武汉市太康同济医院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 军队医务人员牢记人民军队宗旨 纹令而动 永挑中担 敢打硬仗 同时间赛跑 与病魔较量 在疫情防控战场上发起一次次冲锋 全力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在整个的救治过程当中 我们一直遵循着科学救治 综合救治的这么一个模式 给每个病人做一个个体化的综合治疗的方案 才使得我们病人逐渐走向康复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冲锋在前 顽强拼搏 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和先锋模范作用 在大战中践行初心使命 交出合格大卷 我们火神山医院1400余名官兵一次次无畏冲锋 一次次无悔坚守 为武汉人民租起了一道守护生命和健康的铜枪铁壁 执行任务期间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加强组织领导 密切军地协同 坚持科学失智 搞好自身防护 全面做好医疗 护理 防控 保障等工作 三家抽组医院展开床位2856张 累计收治确诊患者7198名 圆满完成医疗救治任务 实现了打胜仗 零感染 军队前方专家组 现地指导医院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工作 积极推广新技术新疗法 坚持中西医结合 提出个性化救治方案 突出做好高龄患者和微重症患者救治 有效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 降低病亡率 一线科研团队争分夺秒 展开科研公关 研制的重组新冠疫苗 通过临床研究注册审评 获批正式进入临床试验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做出了重要贡献 军队前方指挥协调组 加强统筹指导 确保一线医疗救治工作 迅捷高效实施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 全体医务人员 英勇顽强 敢打硬仗 全力收治 科学救治 精心护理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受出了军队应有的贡献 是 辈子